世界上最大型的马拉松赛事 纽约马拉松 在每年11月第一个周日登场 去年因为疫情而停办一年 今年的比赛场上 有位特别的参赛者出现 非常吸引众人目光 在纽约的马拉松比赛上 可以看到许多选手卖力奔跑着 但跑着跑着 画面突然出现一只小鸭奋力向前冲 这只名为Rinkle的白色鸭子 穿着特制跑鞋 在赛道上狂奔的画面 那股气势可完全不输给旁边的跑者 这段跑步的画面 已经辱获了至少全世界 数百万网友的心 也让Rinkle在比赛后爆红 现在就连知名运动品牌 也留言要设计一款鸭子球鞋